波拉斯正在邦旗下最大咖的自由球员埃里耶塔谈新合约 美国新的税法制度可能会影响他的决定 路透分享 美国近日通过税改法案 由于新法规定 州地方所得税 销售税 房地产税总和最多只能扣减一万美元 让原本扣减额可以无上限申报的高收入球员们受到冲击 这或许将牵动大联盟自由市场的生态 目前正在帮马丁尼兹 J.D.Martinitz 艾里耶塔 J.Arietta 等大咖寻找新东家的知名经纪人波拉斯 Scott Burroughs就说 显然的不用缴州所得税的地方 变得比以往更具有吸引力 由于州税底扣额将严格执行 对于州所得税率高的纽约州和加州来说 会是这不税改的受害者 反而言之 德州 福州 和华盛顿州等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地区受到冲击最低 大联盟主席曼弗瑞 Rob Manfred 表示 我了解各地税率不同 但很少去想这会成为球员签约时的考量 对大多数球员而言 地理因素 家庭环境 上场空间和球队是否有竞争力 仍是最主要的考量 今年自由市场深度不如以往 加上美国税法冲击 或许将牵动球员动态 美联社 分享 美联西区成为球员缴税时最友善的去处 包含太空人 游骑兵和水手都是用缅州所得税 游骑兵总管丹尼尔斯 John Daniels 认为这的确是个诱因 有些球员和经纪人是会比其他人更注重这点 但也有人更在意合约金额 尤其是靠抽成过火的经纪人 我们试着不把焦点放在免税上 否则我认为会达到反效果 另一位大联盟经纪人雷辛格 J.Rissinger也直言 在新的税制下 佛州、华盛顿州和德州的球队 未来将有额外的优势签订自由球员 他们本来有拥有缅州所得税的好处 现在在新税制下又有加成效果 经纪人也会在球员交易时询问税制评 等话一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